西蒙今天又来超市了 自己家超市啊 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来数数货 我现在去照须呢 我现在去这个仓库那边 跟大家说两句 这两天感触挺多的 老样子啊 我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去仓库这边 要不影响客户买东西不好 上车里边 这里边安静一点 西蒙先把书包拿起来 今天我这儿啊 意大利的南部 这都快30度了 真快把我热的 我这个肩膀 现在都两条 不过这个超市的这个仓库里边 因为没有窗户的原因 这里边还有一些空调机 仓库里当然也要放空调机了 这样有一些货物 当然水不用 还有其他的 可以提高这个保质的时间啊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 最近大家也看到了 我尝试在给大家推荐一些货品 但是前两天呢 给大家推荐这个金枪鱼罐头 大家也看到了吧 这个是我跟我媳妇所在地 就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大区 1926年的一个品牌 在这儿呢 等会儿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眼 这货架上就有 意大利人 所有意大利人都知道 家里吃饭的 基本吃金枪鱼的都知道这个牌子 所以呢 西蒙也是经过 就是颜挑细选吧 但是呢 中间出了一点点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西蒙带着这个供应链啊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供应链 供应链就是从意大利拿到货品那一刻起 然后把它给出意大利的海关 然后再到中国的海关 再进到国内 然后放到一个仓库里 这供应链其实是一个很长的流程 所以呢 西蒙也是选的比较靠谱的 自己也是比较知根知底的 在这边意大利的 咱们的华侨做的比较大的啊 我们谈下来一起去去合作 给大家推荐这个意大利的真实进口的一些食品 还有这个酒水类的东西 然后但是呢 这个供应链确实确实很大 有很强的基础 但是第一次西蒙开始待货的时候 他刚进驻到这个抖音和西瓜的这个小店 小店呢 所以就有很多的操作 不是太知道太了解 因为这个每一个行业都不太一样嘛 就忽视了一个回复速度 就是大家在西蒙的橱窗里面 购买这金枪鱼罐头的时候 可能给客服发一个信息 他就没有看到 不是说他看到不回 是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个商家 后面有一个飞鸽专门的这个客服软件 以为就是在这个小店里边就能收到这个信息 这个就导致很多的信息就忽略掉了 因为抖音有一个规则啊 抖音的这个小店西瓜也一样的 他们是通着的 规则就是三分钟之内 客户给你发个信息 你必须要回 如果你不回的话 超过三分钟 这个分数就会往下拉 所以这个供应链和西蒙 一起进入到这个抖音的时候呢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的朋友发信息也没有回 因为没有看到 真的不了解 所以导致这个店铺的商家服务分 刷下来了 因为西蒙那几天出了挺多的 挺多朋友支持的 购买这个甘蓝鱼 泡金像鱼的罐头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就是大家国内很多的区域啊 有一些物流 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咱们国内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么一个情况 有的地方是通畅的 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延迟 所以发货速度上面 也导致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两个原因导致的 这个店铺刚入住进来 就是西蒙合作的这个供应链 客户服务这块分儿 把些降了 因为三分钟之内 没有看到信息 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后台的操作 因为供应链 然后客户服务这分儿降下来了 然后物流那分儿降下来了 这个出师怎么说呢 好事多磨吧 但是西蒙在这里边 有一点可以跟大家保证 只要西蒙给大家带的货 就是推荐的这个意大利的好物啊 绝对是意大利本土生产的 也绝对是意大利熟知的品牌 而且一定是从意大利运回到国内的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好奇 说你这个发货点 为什么是在咱国内的河北仓发 还有在别的地方仓发呢 因为这些做供应链的 在每一个地点都会有相应的仓储 它是提前一个集装箱 一个集装箱的 把它货物给运回到国内 然后到了国内 到仓库里面存着 然后西蒙给大家推荐的时候 大家下单了 下单了从国内的仓库给大家发货 有些朋友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从意大利直接发呀 西蒙搞不了这样的事情 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能搞这样的事情啊 可能有那都是大神级别的 我不认识 因为你想从意大利 比如说从我超市给大家看好一个东西 比如看好一个这个巧克力啊 或者什么的 一个巧克力可能就七八十块钱 对吧 八九十块钱 我给大家从意大利寄回国内 这要清关 运费 运费比这个巧克力的本身的价值要高很多 你可能都在这边买好几盒巧克力了 这个成本搞不定了 还有时间 清关的时候 过海关可能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跟供应链合作 供应链是有一个强大的储备的功能 提前从意大利把货物带到国内的仓库里面 大家有需要 比如西蒙推荐给大家 哪个地方需要 及时的发 在国内发货给大家 所以这个就是不能从意大利发货的原因 很重要 所以大家也不要理解 理解错了 就是西蒙你看你给推荐的好物 为啥都是从国内发货的 原因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看我的储窗里面的商品 现在不是特别多 这个也有很多的原因 一是国内的物流 当下有些地区确实到达不了 或者是确实有一些延迟 所以西蒙不敢上太多的货品 我都选很多了 今天我过来又来捋一遍 有一些食品类的 我能给大家推荐的 一定是从这边运回去的 所以我每天最近在去做这样的工作 大家也希望多多谅解 怎么说呢 推荐好物这块 如果你是认真的保贫保质的 这个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真的是很大的工作量 也超出了西蒙之前的想象 就是我可以做一些东西 我可以在抖音的选品广场里 选一些国内的物品推荐给大家 但是我觉得我不做这个事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在意大利的 咱们国人华人华侨的一个博主 我在了解当地的生活 也给大家分享当地的生活 所以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当地的这种的食品 包括一些好物 所以大家也能谅解我 我要是想图快的话 图方便的话 我直接去抖音选品商场里边 随便选几个 选几个他给的佣金比较高 或者是在国内也有知名品牌 我最近也收到了好多 在后台收到好多 某知名品牌给我发的合作邀请 但是西蒙都拒绝了 我一直坚持我亲自看东西 而且必须是意大利的 是我首选 再次选可能是未来有欧盟里其他东西 但是这个未来再说 我先把我这块一个小地盘先深耕好 所以就跟老牌传统的供应链合作 因为他在意大利 我们也知根知点 然后很多在这边的当地同胞也知道 这个至少在货品上可以给大家保证 价格这块 大家就自己看 因为这里边大家要理解到一个问题 涉及到西蒙给大家带货 带货他本身从这边运回到国内的成本 到仓库里边存储 然后物流的人工费用 对吧 物流的费用 人工费用 对吧 你要有人给你打包客服的费用 对吧 这些都是很强的支出 所以一件小小的商品 大家看看几十块钱 它里边融合了很多很多的人的辛苦 在这里西蒙强调一下 跟西蒙合作金枪鱼罐头的供应链 大家现在看它的店铺分 大家可以看到西瓜视频的朋友可以看到 它的是新手店铺 新手店铺 所以它刚进来没几天 就是从跟西蒙合作的时候才进来 大家也不要在意这个店铺当下的评分 突然就经过西蒙这么一带货下来了 因为中间涉及到这个不知道客户的回复速度 现在都已经解决了 都已经改进了 第二呢 这个物流咱们慢慢来 西蒙逐渐会给大家上一些更多的意大利的一些商品 大家持续关注我的橱窗吧 我偶尔会直播给大家带货 偶尔会视频给大家带货 总之西蒙做自媒体两年了 不存在收割粉丝 有一些朋友说收割粉丝 这个不存在 我只是想说 在我喜欢的这个视频拍摄的 这么生活的一部分吧 现在属于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在网上也交了好多朋友 然后同时呢 大家探索西蒙的生活 探索意大利的生活 我又能给大家推荐一些 比较受众的一些好物吧 这样的话 大家属于双赢 你们吃的玩的喝的都很放心 所以西蒙是从多个维度 跟大家一起成长 我在仓库里蹲着脚都有点麻了 这我家仓库馆里边是菲律宾人 看着我在说话都懵了 他说意大利语 在意大利出生长大的菲律宾人 阿拉麦斯 沙路德 沙路德 地道一塞 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 菲律宾人 他说自己是意大利人 我脚有点麻了 我带大家看一下 我前两天给大家推荐的 那个金枪玉甘蓝油罐头 就在我们家超市的货架上 走 去炒走 大家看 上次那个金枪鱼 三罐 一罐80克的 就在我储创里的 大家看到吧 这就在我们超市的货架上面 这个就是我和我媳妇在的 卡拉布利亚大区 最有名的一个金枪鱼罐头品牌 它里边的成分 这个里边的成分 就这个样子的 只有金枪鱼 是黄旗金枪鱼 加意大利的甘蓝油 加地中海的海盐 只有三种成分 它保质期为什么能长呢 因为甘蓝油泡的东西 保质期都很长 没有什么添加剂 然后另外一个 放在这个水果蔬菜这个地方 同样的品牌 卡利普 它俩是一样的 这里边的成分只有这个辣椒 和这个黄旗金枪鱼 甘蓝油 加意大利海盐 这个是辣味的 但是没有咱们想象国内那种感觉那么辣 就是带辣味的 喜欢有一点辣辣的味道的 可以尝尝这个 在我的储创里都能找到这两个 两个的价格是一样的 我拿一个 拿一个到另外一个仓库跟大家说 里边有些客人 我在那拿着视频录有点奇怪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 这两样东西都是我们超市里卖的 自己在意大利卖的 所以大家可以确定的 这一定是意大利的食品 然后大家喜欢的这两样的 可以在我储窗里找到它 然后三个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这三个小罐是这一条 就是59块钱 然后每一罐是80克 你平时可以做凉菜的时候 或者做意大利面 做个三明治什么的都可以吃 就是这个海鱼对身体都是特别友好的 然后这个一罐是59 59这是多少克 我给大家看一眼 这是170克 170克 这个看着就挺有食欲的 有点像油炮的金针菇一样 但里边都是金枪鱼 行了 西蒙今天给大家解释了这么多 大家注意几个点 第一个点 就是看到我橱窗里边的合作的供应链 店铺分下来了 这个是有原因的 大家也不用担心 你现在去在我的这个 在我这边去下单的话 它还是正常给大家发的 服务上面 西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西蒙跟大家保证 第二点 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 喜欢的朋友 喜欢这两个产品的朋友 可以在我这个视频下面可以看到购买的链接 就是下面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个人主页 橱窗里面找到对应的产品 抖音的朋友直接进橱窗里下单就烤了 在这里 西蒙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很多下单的朋友 也希望你们品尝之后 也给这个店铺一个合理客观的评价 西蒙会努力加油的 我相信在未来 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在海外的平台 看到西蒙这个视频的朋友呢 西蒙没有忽略大家 没有忽略 因为我视频是同步在国内和海外 都会正常发的 那大家都在国外的话 你找这些东西 如果你在欧美也是很方便的 去超市里可以找到 所以西蒙就不用给大家推荐这个好物了 你可以去超市里去找一找 在国外 行了 今天的视频先到这 大家持续关注西蒙在意大利的海外生活 多给大家分享一些好玩有趣的 然后同时呢 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我偶尔的直播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记得订阅点赞加转发 有什么想说的留言区里见 拜拜